荷兰国防部网站近日刊门称 两架中国战斗机和一架中国直升机 在东海国际空域接近荷兰海军 特罗姆普号护卫舰舰载直升机 造成不安全局势 该舰当时正在执行联合国安理会 对朝鲜制裁决议监督任务 我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小刚 今天对此作出回应 何方所言颠倒黑白 其侵权行径欲盖弥彰 6月7号 河海军特罗姆普号护卫舰 舰载直升机为上海以东侵权挑衅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 采取语音警告 起飞战机等方式 予以外逼驱离 完全合法合理 全程专业规范 制造不安全的恰恰是何方而不是中方 何方谎称执行联合国任务 在他国管辖的海空域炫耀武力 制造紧张局面 损害两国友好关系 何方有关严刑性质恶劣 我们对此表示强烈不满 并已向其提出严正交涉 我们正告何方 严格约束海空兵力行动 侵权挑衅 必遭中方坚决反制 中国军队始终保持高度戒备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海洋权益 我们下方过山洋权的筛可 我们下方试了 请抵约